如果直接隐藏成台湾的公司 目前大概会有多少看起来是可疑的 我们就是有一些可疑的资讯 其实我们掌握可疑资讯 但是因为这个我们都要调查才知道 所以我们确实有移送过大概20家左右 经济部长王美花证实 类似比特大陆这样化身成台湾公司 来台挖角半导体设计人才 还有大约20家 立委关切 中资公司来台抢人才抢技术 政府除了要谨慎看待以外 也建议可以跟半导体业者建立联防系统 哪一家公司其实是中资 哪一家公司其实是间谍 哪一家公司一直不断的在挖角台湾的 这些IC的设计人才 这些半导体业者他自己其实都非常的清楚 那有没有可能我们进一步或者是投审会 你们去跟这些业者来座谈 我们跟这些业者联防 联合守备 而这种假装成台湾公司来达到渗透掏空台湾目的 立委王定宇同样也很关注 不过他也指出 目前经济部只能审查到中资或是外资 如果是中资未装成台资的企业 经济部并不具有调查专业 因此询问国安局是否有相关计划 本局已经成立专案将加强查处中共对我窃密挖角行为 列为工作重点 所以本案是本局专案管控的案件 立委高嘉宇也表示 竹科有很多挂羊头卖狗肉的公司 像是华为在台代理商训维科技 实际上就是华为台湾的子公司 在台设有据典 也有挖角人才来做IC设计 对此经济部长王美华强调 如果有不恰当商业行为 经济部会处理 至于未来如果有相关中资挖角案例 只要有人检举 经济部也觉得可疑 就会移送检调单位 新唐人来台电视王冠林 叶云辱台湾台北报导 产业供应链 尤其是在半导体